去年黃潮杯日本的國寶三寶之良沒有來香港比賽 今年的賀歲波他終於來了 我留意他比賽的時間 每一次他得到球的時間 球迷往往給他的掌聲是最多 由此可見這位國寶在球迷心目中有一定的地位 我們球迷世界也收到很多球迷的來信 其中女球迷都佔很多 要求我們播放多點關於三寶之良的片段 或者提供他過往的資料歷史等等 立即為你做到 明天就29歲生日的日本偶像球星三寶之良 在今次賀歲波裏面也有跟隨日本國家隊來香港比賽 而且還成為日本隊打壓決賽的功臣 而我們也跟三寶之良談過他此行有甚麼收穫 他就說今次賀歲波對於他們備戰十二月 在亞聯遊軌行的亞洲杯決賽周非常之有幫助 而相信整體表現到時將會更加好 充滿足球天分的卡蘇 在十幾歲就已經是他母校靜光學院高等學校的校隊主力球員 而且已經備受注目了 在1986年的2月 十九歲的三寶之良在日本足種協助之下 前赴巴西學法加入山道士跟隨操練 在巴西的期間生活雖然艱苦 但是他所學回來的球技可以說是一生受用無窮 直到90年的7月30號 在巴西學藝四年的三寶之良 終於重返日本加盟頒霸川崎獨賣 同年他還入選國家隊參加北京舉行的亞運會 表現相當出色 現在1993年的第一屆日本職業聯賽中 川崎獨賣的三寶之良表現優異 屢戰屢勝 川崎獨賣終於成為聯賽的總冠軍 而三寶之良也眾望所歸 獲得那年的最有價值球員 甚至乎當年在六島六角打球的前巴西國腳洩高 亦都對他推崇備致 由於表現出色 三寶之良被意大利的甲組球會 熱拿亞所賞釋邀請他加盟 但是很可惜 在聯賽結幕戰 對AC曼蘭和巴利斯相撞之下 宣告是被抬離場 那經過一輪的優養之後 三寶之良終於是再獲得上陣的機會 但是都要經常屈居後備 而在12月4號 三寶之良在聯賽對同事宿敵森多利亞的時候 他射入了唯一在意大利聯賽的入球 那經過一番忙連之後 三寶之良的球技和經歷 亦都可以說是增加了不少的 其後他在意大利上陣機會雖然不多 但是他依然在意大利 是度過了整整的一個球櫃 在去年的JD 雖然他在季中才重返川崎獨賣 而且協助川崎獨賣 是得到聯賽第二循環的冠軍 但是可惜 在總決賽當中是落敗了 不過他的技術 依然給球迷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 三寶之良在日本國家隊 亦都穩佔了正選的位置 自從南武士開始彈出球隊之後 他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球隊的隊長 而且去年夏天 在英國參加項四國賽的時候 對著英格蘭和瑞典 三寶之良都有優異的演出 而事實上 三寶之良處理國球和佛球的時候 充滿了南美的風格 而且往往將死球變成入球 在三寶之良的帶領之下 日本都在近幾年來 可以說是揚威亞洲 在亞洲杯的決賽 日本隊是獲得冠軍的 這個獎項對於三寶之良來說 是他個人足球成就的高峰 另一方面 除了亞洲杯之外 在王朝杯 亦都帶領球隊奪得冠軍的 風頭之勁 可以說是一時無兩 雖然是這樣 三寶之良也受過沉重的打擊 就是這個頭鎚 這一場賽事 就是對伊拉克的 世界般外圍賽的重要賽事 可惜就是憑這個頭鎚 日本無言出線 雖然是這樣 但是三寶之良 在整個世界般外圍賽 亦都表現相當出色 還成為賽事的神射手 雖然他是拿到神射手 但是對於整隊日本國家隊來說 所受的打擊 是非常沉重的 因為日本隊 最後對著伊拉克的和波 武馬出線 而且還令到他們的死對頭 南韓有機會出線 對於這個打擊來說 日本隊經過一段時間 才可以平復和恢復過來 今次的賀歲波 大家能夠看到日本隊 和三寶之良的演出 可以說真的大飽眼福 以下下來也有 三寶之良的精彩比賽片段 每次都不能有機射ة 都不能有機射 市場 一大落 大汽車 是 三寶芝倆那幾天插花 真的有很濃厚的巴西波的味道 聽說最近也有另外一個日本球員 以意大利球团碰運氣 沒錯 這個就是日本的奧運腳 鍾田英秀 去意大利的組合人特斯試腳 如果成功的話 就是繼三寶芝倆之後 第二個日本球員以意大利來賺食